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是一個台中市巷弄內的 小小的家庭理髮店 從小每天在家裡出出入入 看著我媽媽這個理髮阿姨 跟她的客人 這就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人的一輩子就是 頭髮長了又短 剪短了又會再長長 由黑變白 家庭理髮阿姨 好像陪伴你度過了 人生的不同的階段 很多時候的心情 就留在了這個地方 聽到我媽媽在聯絡說 她要去彰化幫一個老客人剪頭髮 那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當下在旁邊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會覺得 幹嘛去啊 那邊走一座 時間 車子 感覺好像 沒想到 年輕人做得不好 年輕不是要你算的 兩代之間其實在對人的情感上面 真的很不一樣 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她幾乎是以她媽媽的生活為背景 把台灣上一代的 那些很努力在工作的 一輩子就在工作的人的 樣子給呈現出來 她的惡力跟她之間的那種隔閡 或者對人的態度等等不同的東西順便 所以就這樣彰顯出來 你就是這樣啦 最好是要結婚 最好是要買房子 最好是要買房子 這電影對我來講 有我自己對於母親 或者是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理髮店的情感 家庭理髮它同時也是一個 很多台灣人的一種 共同的成長經驗 應該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故事當中 找到自己很多的回憶 我自己很喜歡台語 一個字叫做好熊 這是這個電影的一個核心 人跟人之間非常簡單 純粹美好的一種 互相的善意 即便是一個非常非常平凡的 一個家庭理髮的阿姨 她都可以用她自己會的那件事情 去給她的客人 一種非常善意的幫忙 很希望透過本日公修這個電影 傳達這樣子的情感給大家